我們看這一體 這一體它是焦煤 焦煤就是碳 在高爐中的功用不包括蝦麗和什麼 焦煤第一個功用就是當燃料 第二個功用就是當還原劑 我們看A選項 當作燃料這個對 放出大量熱這個對 再我們看B選項 還原鐵礦中的氧化鐵這個對 把氧化鐵還原成鐵 讓我們看C選項 燃燒產生氧化碳 這個對就是碳燃燒 它如果充分燃燒的話 它會形成二氧化碳 然後如果燃燒不完全的話 它會形成氧化碳 形成氧化碳 然後氧化碳的話 還可以再繼續燃燒 氧化碳可以當成還原劑 碳也可以當成還原劑 把氧化鐵還原成鐵 把氧化鐵還原成鐵 所以這個 當作燃料還原鐵中的氧化碳 這個對 燃燒產生氧化碳 有油 碳的話燃燒可以產生氧化碳 也有二氧化碳 這個也是對的 這樣看第一選項 在高爐中當作催化劑是錯的 不是當成催化劑 是當成還原劑 所以這一題 大家應該要選D 因為它要選錯的